都说这个源流之子是什么武灵王 要我说他最新的原始人啊 你看他的技能基本上就没有位移和霸体的 爱技能充分他必须要有个目标 要不然放不出来 大招是一段位移 但这个CD和赵云的大招却没法比啊 还有你可以再短一点嘛 坦克的职业除了血量多点 我不觉得比陈小金和亚瑟强 也许只有三具扛伤害打控制有一点作用 再来看一下法师的效果 他比坦克要强一点 起码伤害是有的 但他的技能没有一个是保命的 本身还比较脆 而且控制也不行 做一个中弹来说太致命了 对面来一个蓝铃王可以把你轻松拿捏 或者说现在进入我爆发高的 一下子就没了 你都反应不过来 所以在技能方面根本就没什么强大的点啊 数值再增加一点差不多 武器的变化我说真的没有那么强烈 不要着急反驳我 各位去体验服玩一下 就明白我没有在扯犊子 对了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 我这个是排位赛 两边都可以选原流之子的 但职业不能相同 比如说我这边是坦克 对面就必须是法师 各位觉得如何呢